缅甸与中国之间 还有一个争议区 国感 这里有着25万人口 90%为华人 走在大街上 仿佛回到了家 这里住着很多华人 有一族人是明朝王国大将的后代 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游郎 当年带着手下一员大将逃到了东南亚 就是今天的国感 这元王国将领帝时代子孙教罗兴汉 此人乐富得 惊动美国政府 被美国政府称之为海洛因教父 曾遭缅甸政府逮捕入狱 各社出狱后却成为了缅甸政府的做上宾 罗兴汉实力雄后 有自己的武装军 与彭加生 普斯王杨振才兄弟 并称为国感的小三国 他还自费修缮中年边境的重要交通枢纽 光设备就花掉2500万美元 为中年贸易做出很多贡献 罗兴汉还修建了很多学校 学生其实都是华人孩子 罗兴汉当时坚持要求用汉语教学 罗兴汉曾经派出三个师 帮助自称也是中国人的彭加生 脱离缅政府成立国感同盟军 罗兴汉说 我是缅甸人 也是真正的中国人 2013年 罗兴汉在缅甸去世 罗兴汉